女演员赵鲁西因在社交网络上过度修饰照片而受到批评 赵露丝女演员最近因在社交媒体上过度修图而受到强烈批评 赵露丝此前因使用图像编辑技术来制作不真实的照片而受到批评 然而,最近的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并引发了广泛争议 赵露丝的一张照片显示她的腿扭曲,似乎经过了大幅度的编辑 这种不协调和不自然的形象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和反对 评论和辩论围绕着赵露丝过度使用图像编辑来创建一个不真实的形象展开 除了关于图像编辑的争议外,赵露丝在演艺界也备受关注 她刚刚完成了古装电影《神音》的拍摄 并与著名演员吴刚一起参演医疗剧后廊 人们对赵露丝主演的爱情电影《秀秀堂不存储》也寄予了期望和期待 此外,赵露丝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服装照片 她因其高挑身材和修长美腿备受钦佩,并拥有众多粉丝 赵露丝的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使用图像编辑技术时要负责任 虽然图像编辑可以用于改善形象和个人审美 但滥用这项技术可能会创造一个不真实的形象,给观众造成误解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需要就在传递个人形象和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时 使用图像编辑技术的道德标准和责任进行广泛讨论 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和尊重真实的在线环境 同时避免给公众带来误解和失望